大家好,受到寒流以及华南玉宇区东夷的影响 今天清晨各地的气温都是相当的偏湿偏冷 而我们预估这样子比较明显的持续性的低温呢 在今天一整天都会持续 但我们明天清晨都相当严寒 明天白天虽然随着水息的减少会略为回升一些些 但是持续受到寒流影响 这波寒流预估所带来的显著低温会一直到25号的清晨 那之后还是要留意这种日夜温差比较大的情形 我们先来看到目前的天气状况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随着华南玉宇区的东移 今天台湾上空都有一些比较厚实的云系 而随着这些云系的通过 其实今天清晨在整体台湾以及澎湖金门马祖 都有一些下雨的情形 那甚至在北台湾这边受到明显冷空气的影响 所以说还是有一些固态降水出现的情形 尤其是在马祖 还有像是北台湾我们在安部站也有观测到一些固态降水的情形 而我们看到在今天清晨整体的气温分布上面 今天清晨所观测到的低温是相当的明显偏低的 预估到了明显清晨也还是比较略为偏低的情形 那尤其像是在连江县的东影是在1.5度左右的低温 马祖的低温也在1.7度左右 所以说在昨天深夜到今天的清晨之间是有出现这个冰线的现象 那再来呢像是苗栗的三弯有到4.6度 这是我们本岛的比较显著的低温 也是2023年入冬以来的最低温 其次呢像是在桃园的杨梅金门的金城 还有现在新竹的新峰也都有5度左右的低温 那普遍性各地的低温来讲的话呢 其实在整个中部以北以及宜兰 还有金门的低温呢都有来到4到8度左右 那像是在南部东部这边以及澎湖的话呢 整体的低温约在8度到10度之间 而在台东这个地方的低温呢 约11 12度上下 所以其实气温都是整体普遍偏低的 那我们也要持续留意从今天一整天 到明天清晨之间的低温情形 那这是我们预估呢 在明天的清晨会出现的偏低气温 而在今天白天 其实整体的气温回升都是相当不明显的 所以说呢还是要提醒 像是在整个高平这一带一直往北呢 到宜兰花莲 其实普遍都是8到10度左右的低温 尤其是在北台湾的这一带呢 也有6度左右的低温 马祖金门这边呢 也是一个偏向6度到10度以下的低温 澎湖呢 其实接近在12度上下 所以说呢 气象鼠是持续发布低温特报 我们还是要提醒呢 像是在整个中部以北 以及宜兰花莲 还有南投 以及金门跟马祖 这边低温的情形呢 是属于长时间偏冷的情形 这整体来说都是有一个晨灯的情形 所以在今天的一整天到明天的清晨上午左右呢 都是要持续的留意严寒的状况 而在中部还有台南高雄这一带 以及部分的屏东还有台东地区呢 也是有在这段期间会出现10度左右或以下的低温 而至于在未来整体的天气变化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持续是受到寒流的影响 一直到明天的一整天 不过水气上面呢 在明天开始呢 是会逐渐慢慢地减少 转位比较偏向迎风面的局部到零星的降雨 而我们可以看到在25号的清晨开始呢 随着北方的高压出海 冬移出海 那寒流就会减弱 所以25号的白天气温整体是会回升的 而后续呢 其实日夜温差都会比较大一些些 从26 27号 台湾附近呢 大概是一个比较偏向东北东风的情形 气温是略微地回升一些的 那后续呢 到了28 29号呢 可以看到北方的高压呢 是比较偏向在东移出海的状况 所以说呢 在未来的一周温度的变化情形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整体来讲 我们红色的曲线是北部宜兰的状况 比较可以反映冷空气变化的状况 那在绿色的曲线是中南部的情形 而在花冬的话是蓝色的曲线 我们先从北部宜兰这边的红色曲线上面来看 从今天到明天一整天 持续受到寒流的影响 整体的气温呢 都在10度左右或是以下 而到了25号的清晨 也都是普遍偏低冷的情形 到了白天开始才会稍微地回升一些些 那后续呢 25号白天开始 随着寒流的减弱 气温呢 是持续逐日地逐渐回升 那可以看到在26、27号左右呢 北台湾整体的白天高温 可以来到20度上下 感受上面相对就会比较舒适一些 但是呢 早晚的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一些 那尤其像是中南部这一带 白天的气温呢 随着水泄的减少 其实后续从明天开始 都会逐渐地回升 那这样子逐渐白天高温地回升 但是清晨夜里呢 又会有明显的降温的情形之下 就造成日夜温差比较大的情形 所以说呢 除了在今天到明天要注意寒流之外呢 我们到了25号的白天之后 还是要留意这种 日夜温差持续比较大的情况 而至于在降雨方面呢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 也可以进一步看到 其实目前台湾上空呢 还是有相当多的降水回波 尤其在北台湾这边的雨势 局部地区稍微比较显著一些些 而像是澎湖 还有在整个台南以北 到宜兰花莲 南台湾这一带 也都有一些局部到零星的降雨 所以说呢 从清晨到目前为止 整体的雨量上面 可以看到几乎是全台游雨的状况 尤其是在北部的山区 还有基隆北海岸 这一带呢 降雨的情形是比较明显的 那这样比较偏湿冷的情形呢 预估在今天的白天是比较持续的 可能要到了下午到晚间左右 这样子持续下雨的状况 才会稍微的减缓一些些 那也因此呢 我们也要提醒这样子 整体比较湿冷的状况之下呢 其实在高山上面 还是在间一整天 都有一些降雪的几率 甚至持续到明天的清晨 那要看整体的水汽转干的情况 那这样子未来一周的 降雨的情形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呢 各地的降雨还是相当的广泛 到了晚间逐渐的减缓 而到了晚上开始 一直到24号左右呢 随着水汽的减少 整体的降雨时间都比较缩减了 那我们下雨的区域呢 比较偏向是在银封面 北部东半部 还有中部的山区 会有一些转占得到 零星的降雨 而至于到了25到27号 其实水汽是又更为的减少了 大致上只剩下在 基隆碑海岸大台北山区 还有东半部这一带 有一些局部到零星的降雨 而其他的西半部地区 大多都是多云道情 可以看到阳光 后续呢 在周日到周一左右 银封面的水汽会略为增多一些些 不过对平地降雨的影响 还没有到特别的明显 那因此呢 我们要总结提醒大家 从今天一整天到 明天清晨是一个 长时间严寒的时段 受到这波寒流的影响 要提醒大家 特别的注意保暖 严防寒害 如果有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也要多加的注意 自身的身体的状况 那再来呢 我们在山区呢 其实今天已经有一些 局部的山区 有一些降雪的情形 那虽然到了明天开始 水汽逐渐的减少 而整体的降雪的 几率都会降低 但是随着这些降雪 下到地面上 那还有些水汽在地面附近 所以也可能会有一些 结冰的状况 路面会比较湿滑一些 所以在进行呢 前往山区活动 也要留意这种 路面湿滑的情形 而至于在周四开始的 气温是逐渐的回升的 但是后续还是要留意 这些温差比较大的情形 可能在25、26号的清晨呢 还是有一些局部10度以下的低温 而至于我们在今明两天 沿海的风跟浪 都还是比较偏大一些 甚至局部有一些 长浪发生的几率 也提醒大家前往海边活动 要多加注意安全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天气说明